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1997年后香港已经没有了很多本钱去发展 可否再尽心分析一下 现在在大棋局上 中国的角色 像现在深圳的发展和香港的发展 对比另一边的势力 即是美国 在整个大棋局上 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实况呢 如果在大棋局里面理解这个实况 是非常复杂的 因为事实上 如我们讲的其中一个共同信息 就是CPA19176年的《预备香港》 是为了今年的引爆 就是我57岁的引爆 所以才有这么多57的共同信息 因为事实上我们知道历史是人为 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而产生 所以神很明显将我的岁数 以及香港的历史和审判 因为57大家都知道 57是神一直连着审判的 是审判的赞放 直到今年 我快到了另一年生日的时候 就真的明白 为何今年是专与赞放 但问题是 香港的历史演变 是走至玫瑰花药 换句话说 香港以前是东方之珠 以前是最美丽的城市 但那是经济的 但将会在属灵里面的东方之珠 属灵里面的神眼中真步 是会有这个演变的 日和牧师分享到 自从他在上年2018年9月1日 踏入57岁生日至今的58岁期间 神一直以如同玫瑰花赞放 成为一个共同信息 印证这段时间 正是石安教会赞放出光芒的时间 如同以塞亚书60章所形容 正是教会大幅兴发出光辉的时间 并且世上一切君王和元首 都会来到神的家就神的光 神亦以赞放Bloom 和玫瑰Rose的文化密码Culture曲 为苏籍57 因正去年日和牧师踏入57岁之后 就是石安教会开始赞放的时间 世界将会结束 高阳婚言即将开始 被提亦将要发生 四马的审判已经开始在遍地展开 日和牧师在以往的主日信息中 亦曾经分享到 指向石安教会象征圣人数1455人 的共同信息历史大事 就是主后1455年 发生在英国的一场英雄来战 玫瑰战争 然而 原来玫瑰Rose的意思 是与死亡和复活有关 因为拥有共同信息1455的玫瑰战争 本身就是两个黄室家族之间的来战 一个是以白玫瑰为辉后的约克家族 另一个就是以红玫瑰为辉后的南开斯特家族 这场战争死亡人数更多 可谓惨绝人还 因此战争结束之后 英国皇室为了纪念这场战争 将皇室徽章 改为红白色的都度玫瑰 所以玫瑰花在历史上 一直都与战争和死亡有直接关系 在希联神话中 红玫瑰的由来 附带着一个妻美的爱情故事 而故事 正是发生在最美丽女神阿弗洛迪蒂身上 在传说当中 爱神阿弗洛迪蒂是最美丽的女神 连终神之王宙斯都爱上了她 但她却刚刚爱上了美少年阿多尼斯 因而拒绝了宙斯 宙斯因爱身恨 强迫阿弗洛迪蒂嫁给最丑陋的火神 赫菲斯托斯 但阿弗洛迪蒂并没有放下她对阿多尼斯的爱 因而非常痛苦 后来阿多尼斯在打猎中受伤 血流不止 发出了凄惨的呼唤 阿弗洛迪蒂听见情人的惨叫 飞奔而去 在森林里面被食快和惊激划破了手脚 鲜血一直滴在路上 当阿弗洛迪蒂趕到的时候 阿多尼斯已经流进了血 她放声大哭 随着她的哭声 一直滴下鲜血的地方 令本来白色的玫瑰 染成为鲜红色的红玫瑰 自此 红玫瑰就成了坚征不育的爱情象征 另一方面 当我们在圣经中以玫瑰的英文 Rose去搜寻 会发现Rose一字 不但出现在形容玫瑰的地方 新药中 从死女复活 Rose from the dead 竟然都是以Rose一字形容 所以 圣经中 玫瑰不但代表了神对辛苦的爱情 是神送给最美丽辛苦的定情信物 与此同时 原来玫瑰也隐藏了永远审判 和死人复活能力的意思 当辛苦得着神的恩征和肯定 辛苦就拥有圣经希伯来书所预言 两种最后最庞大的能力 就是教会拥有永远审判 和死人复活能力的开始 亦如同启示录所形容四马的能力 是由香港开始诞生 之后再散播到全世界 就是四马在全地上走来走去的意思 现今香港黑衣人动乱 正好对比启示录四马的黑马 按照圣制启示录的原理 黑马是对比天上的半人马座 而天上有两个以希列神话的 传说生物半人马 即半人半马的生物为蓝本 其中一个正是黑马对比的半人马座 而另一个 即是四马中白马对比的射手座 日皇牧师亦分享到 黑马正好对比今次动乱的黑衣人 而白马 則正好对应事件对立的另一方 即是以暴逆暴的白衣人 等大家翻查希列神话中 对传说中半人半马生物的形容 必定会令你惊讶万分 因为神话中 半人马一般被描写为粗野 狂暴和不讲道理 是野蛮的代表 甚至与于酒和暴力挂勾 这个喜笔正正对比黑衣人 和白衣人的行为和性格 过去四个多月 我们喜笔亲眼看见黑衣人 和白衣人 如神话所形容的半人马一样 粗野、狂暴和不讲道理 但最令人惊讶的是 神话中 粗野、狂暴和不讲道理的半人马 有部份知名的半人马 却是相反地非常有学问 和有教养的学者 例如 很多位大英雄的老师半人马麒麟 事实上 今次黑衣人动乱中 甚至五年前的占领运动中 我们都会看到很多学者和知识分子 大学生 甚或专业人士 例如律师和医生参与其中 正好对比神话中 半人马除了是粗野、狂暴和不讲道理之外 部份是有知识和有教养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但无一例外 在骨子里面 仍然是粗野、狂暴和不讲道理 当中的印证 并不僅致于此 在启示录当中 呼叫出黑马的四活物 是对应天上的狮子座 然而 这句起筆是再一次印证 入华牧师的儿子 次因中学毕业 及今年暑假到加拿大旅游所隐藏 带小狮子的共同信息物 最后 还有一个一日都没有偏差的印证 如果 我们以今年2019年6月9日 第一次数十万人 甚至声称有过百万人的反修例大游行 当作今次反修例示威 并诞生黑衣人动乱的起始点 然后再由这一日的日日计起 至代表辛苦达到信仰巅峰的9月23日 期间 正正是106日 而且 106的上下镜面倒置 正正就是901 即是指向入华牧师生日期 9月1日 并且106日 亦即是3个月014日 竟同时出现代表獅子王 Circle of Life 圆周律派的数值 3.14的共同信息 香港其实是一个776年 由FreeMation所预备的一个矛盾 是预定在这个时候引爆 并且按照指定轨迹引爆 而因为按照指定轨迹引爆 所以一定会知道整件事 而能够看懂整件事的人 亦是很轻易变成魔术可以解决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太复杂了 等于 你叫一个原始人 走去对一部 黑白电视机 叫他修理 拍两下可能会好 但你叫他对一部iPhone 叫他写一个Apps 他写给你看 他立即找个石头 换句话说 太复杂了 基本上没有人能插手 一定要找专业人才才能修理 所以香港现在 只是你捉起任何一条帽子 你也有白桿 所以香港现在的经济政治背景 其实是导致香港在肉身上 突然间 因为这件事 将会是一个完全绝对的 没有将来的情况 因为最主要就是 他将要出卖和毁灭 甚至希望毁灭 或者断绝和呵护他的中国 作出这个断绝 本来是保护他的 但断绝了之后 香港无论是民生与经济 政治和我们所说的军事 不要只在香港吃水都没有 中国说是呀 你独立 你独立去喝海水 东江水都不输过你 你怎样喝 你怎样生存 基本上香港自己的水都没有 你不要说任何 什么高科技啊 複杂啊 连日常生活 我们的食物都不能自给自足 你跟美国买吧 那里吃的猪肉 牛肉 买条线也跟美国买 你就去 是不是 这个就是港独的时候的将来 是吗 做得很简单 因为你不是 因为友好下独立出来 是不是 你现在是因为对立下独立 那你还有将来 你对立旁边的人 就是南航对立北航 那还有经济 或者很多东西可以流通 你用这种对立的话 根本没有流通 香港就一定成为 全部 美国啊 或者日本啊 这些 到时我们就要向那边 卑躬了 那我们就会成为 日本的二等子民 我们就会成为 美国的三等 四等 五等的奴隶 明白吗 因为日本都是美国的 次等人民 所以这就是港独的将来 不过他当然不告诉你 因为他要做 做了之后 老板说 做完了 你可以移民了 那关于什么事 他只是完成这件事 他不是说承受这件事 但是香港市民就要承受这件事 对吧 今年6月9日开始 香港爆发史上最大破坏 及自主最长的 反修例暴乱事件 其中 有示威者 黑衣人 及支持港独的分子 企图以暴力 破坏及黑色恐怖方式 争取他们所谓的民主及自由 然而 他们采用的种种手段 根本绝非为社会 争取民主及自由 反之 只是一直破坏民主 以黑色恐怖方式 争取民主暴政 五年前 油和牧师早已前瞻性警告 当示威者发起暴力冲突后 按着美国下一步的阴谋 就是被收买的 无业游民及黑社会接手延续 令冲击事件没完没了 甚至 警察及政府都要瓦解 只可惜 当人以民主暴政方式 押戒一个旧有政府后 即使示威者 另外推举及成立新一届政府 但是 既然新政府 是凭着民主暴政推举出来 这样 他们就必须继续以暴力维持 同样 别人亦能轻易地 以更暴力 更人多世众的黑社会及民主暴政手段 将这个新政府彻底推翻 因为当人以抗争及民主暴政方式破坏社会后 其实 这个社会就从此丧失了拥有民主的机会 以下 在至65年前 2014年11月30日 美国谋害中国陷入圈套的十个步骤 尤华牧师当时以详细分析 美国怎样按着指定剧本 让无知的市民透过民主暴政方式 作为一个社会的民主 最终 更会由收买的黑社会 及收买的无业游民接手延续及发展下去 所以程序一定一模一样 第一就是 所谓破纪录 因为 为什么呢 就是你在制造历史 香港你潜无古人 你破了纪录 你做到那么大 你有筹码 不要让他停 你要看这种导致 很多人的虚荣心 觉得我最后的历史 当然不要让他停 因为人们会为一些比自己更伟大的东西 拋头颅 灑热血 但只不过他不知道 就是Firmation预备 是一个历史 破了一个历史 就是这个人销毁 这班人退场 就是另一班人出来再破历史 明白吗 不如好像埃及一千七百万人上街 你知道那个历史一出来 就导致很多人死亡 因为事实上 因为事实上这个世界很多人 在家里是做宅男的 一到一刻就打那个游戏 那游戏 那游戏就是拿到几件武器 就叫做人生意义 为他跳楼也就是 如果没有了那几件武器 所以你会看到 突然叫他参加现实一件事 让他觉得他在制造纪录 在制造历史 我有筹码 这一班先是学生 接着肯定下一批 你记住 我们看到占领卫尔街也好 我们看到乌克兰也好 学生之后接手拖牆去的那班 一定是无业游民 多数都是无业游民 街头露宿者 或者失业者 接着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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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常下一波接着肯定是黑社会 这是第一步 第一步 我们会看到的 但是问题是 首先用什么来引发这一班 第一批学生 第二批无业游民 第三批就是黑社会 就是引发他们 让他们知道 就是你们在制造历史 因为虚荣心 两方面都以为 这件事是一件事 但其实 Firmation 一开始制造 由占领卫尔街 到乌克兰 是说断年计的 很多人以为是断星期 断月计 但其实不是的 背后在资源上 供应的那班 Firmation 其实是把那些东西 推到断年计的 而事实上 你会看到 好像香港 在97年前 已经是 回到中国之前 已经在我们的教育上 制造这么多的部署 原因就是为了 开始了这个头 就是让好色人 既是 羡慕民主 但同样也不知道 什么是民主 也从来不知道 民主是怎么诞生的 他们所谓叫做 有样学样 但从来都只是看冲动 从来不看后果 所谓有样学样 是的 他们是黄色尸带 他们是雨傘运动 他们是这样做的 但是有没有看见 人家做了十几年 搞到现在是怎样 就是他们学什么 他们除了学 破坏城市 不会有东西做到 所以当事情 由端日 变成端个礼拜 由端个礼拜 由端个礼拜 由端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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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端年的时候 其实已经失控了 只有预备了 将这件事 推到端年计的人 才可以继续控制 这件事 继续由一批 接一批上台 去做 而第三 就是因为这样 就消毁了 怎样是消毁呢 原因就是 美国很清楚 它知道什么叫民主 它知道民主制造出来 是一定要 大家在融洽之下 才可以维系 而最重要的是 民主只是设计出来 听着 只是设计出来 是处理社会大约1%的错误和罪案 它绝对不可能处理社会 10%或者97%的罪案 所以换句话说 第三点就是 双方都消毁 原因就是 现在我们所说的民主 我们所说的社会 我们所说的 司法程序 是太复杂的 根本是太少人去处理这些东西 它根本是对一个文明社会 一个和平的社会 是足够的 但是对于一个这样的 暴动的社会 根本民主 是永远不会存在 而两者就会消毁 就是暴动的消毁 为什么呢 因为你不作反应 但另一边 他做处理的 他抓不到这么多 对不对 我监狱都满了 我还怎么调查 所以当他监狱都满了 当他那些人说 我自己自首 你抓不到 我过万人 我完了这件事 我整万人自首 你怎么办 这种方法 就是NED推行的 就是什么 就是瘫痪了你们的警察 瘫痪了你的法庭 这件事越严重就越不查 因为为什么 他已经消毁了 他已经在几个月 几年里 已经消毁了所有警察 他这么多人去追击 几百个黑社会 现在人民 我说人民 冲动的那班学生 已经填满了所有监狱 填满了所有拘留所 所有警察 已经消毁了 他根本连 应付街边 垃圾 那么轻微的事情都做不到 不要说那些罪案 甚至在暴动当中的商人 美国清楚知道一个民主 根本没有办法应付 他们自己制造出来的暴动 因为他们自己 在自己的国家 都制造了很多次 所以第三点 就是双方都消毁的时候 其实那些才是没完没了 为什么呢 一边就是示威暴动的人 都没有耐性 另一边 做维持秩序的那班 已经不能够维持秩序了 就是你受伤的人 他维不维持到 死的人 维不维持到 他自己都可能 会被人打伤几百个警察 全香港当年 民职的警察 加上都是三万八千人左右 那你叫他在一个香港的地方 究竟如何继续维持 几个礼拜 几个月 几年 根本没有可能 所以变成 当然暴动的人 当然不会想 他觉得他需要想 这是别人的责任 我们跑开口 有人送食物过来 使惯用惯 没有想到负责任 但当他做破坏的时候 其实真的麻烦他们 真的要想一下责任 因为亲手会破坏 那些人辛苦苦见 但美国就知道 民主其实是不可以应付 因为他本身就是说 他的司法程序 既然讲人道 讲主意的话 整个程序要提供了证据 提供了 提供了什么 提供了人证物证 还提供了法律 提供了律师 提供了程堂证供 跟着上堂 他跟着才定一个人 是有罪还是没有罪 然后才找监狱给他坐 但突然间一声 突然间一万人摸进去 哪能做到 哪能做到 做不到 这边暴动的那些就说 不合理 做不到 但人家是这样做不到的 但暴动都理得你 他说你做不到就是错了 试试 你叫他们找一个司法机构 可以做到这些事情 没有 根本没有司法机构做这些事情 因为民主设计出来 不是对这些 所以你看到两方面的销毁 但两方面都有他们的理由 好了 去到第四点 好了 销毁的时候就对了 因为两者癱瘓 以前能够控制黑社会 等于一个身体 你打沉了他的免疫毅动的话 那癌症就飙出来了 哪能控制得到 记住 千万别想着 黑社会这些是自发式的 不是的 你知不知道全世界 每一个暴动 FM的底牌就是黑社会 五年前 尤华牧斯已经前瞻性警告 美国一向亦透过指定剧本的十个步骤 有效地谋害及掠夺一个国家的经济和资源 甚至 尤华牧斯当时已不断警告 当美国布下十个步骤的圈套后 其实美国早已预备好 长年累月地拖延事件的致禁 令我持续策反这些被攻击的国家 换句话说 当美国正式展开策反一个国家的第一步 意思是 打从第一步开始 美国根本早已预计在当地 展开数以年计的持续性破坏 令暴力及破坏一直没有原没了 直至将这个城市变成废墟 可惜的是 五年后 无知的香港人正以原梦初醒 经过这场恶梦竟然拖延至四个月后 仍然没有半点缓解 反之变得越来越激烈 纵火、破坏、濫用私刑 伤害警察及冲击事件 反而是变本加厉 越来越严重 另一方面 更可悲的是 香港一群被美国幕后煽动的示威者 及支持港独分子 仍然无知地 不明不白地被美国利用 按照美国的指定剧本 正逐步摧毁香港这个城市 甚至令香港这个社会 从此永远丧失拥有民主的机会 盲目支持港独的人 总是一厢情愿地 以为美国会支持他们与中国抗争 可惜他们被美国利用 去喊吊港独口号的同时 根本不知道自己每句口号的背后 对他们都会造成激誤有力的后果 换句话说 假如他们争取的港独能够成功 真是完全脱离中国的保护和遮盖 接下来他们所面对的下场 只会是美国为他们所预备 一个他们从未想象过的恐怖光景和后果 迎接他们的 是只能沦为别国的二等公民 完全没有自由 必须依赖别人的施舍 才能够继续生存 情况就好像一个儿子 被父亲的仇家挑拨 不满自己的父亲 甚至将自己的父亲杀掉 认责作父 还不以为挑拨离间的仇人 会继续帮助他过更美好的生活 然而 父亲的仇家却从来没有告诉他 当仇家成功借儿子的手 杀了父亲后 仇家就可以轻易杀掉儿子 完全吞併他父亲的产业 当然 负责挑拨的仇家 根本不可能告诉二子听背后的阴谋 然而 这个正是美国投放大量资金 在香港进行刷犯 煽动种种暴力 和破坏事件的原因 余日华穆斯所警告 现时的香港人 不论是黄丝或蓝丝 即支持暴力反政府的黑衣人 或是支持政府及警察的市民 其实 他们都以双双 墮入了美国早已设下的圈套 正按着美国谋害中国 在美国陷入圈套的十个步骤 逐步将香港变成废墟 当然 这些照着美国设下的圈套 行事的示威者和黑衣人 当他们持续不断以武力 破坏香港时 无疑 他们是按着美国的计划 亲手将香港推进一条不归路 可惜 政府 警察和蓝丝的一方 同样都墮入了美国设下的圈套 所以 他们现时采用的种种手段 都只会让事件变得更严重和剧烈 更加刺激示威者和黑衣人的暴行 令事情不断恶化 情况就如一个社会中 出现了一批暴徒中火和破坏 但政府 警察和蓝丝的处理手法 它是不断为暴徒输送更多电邮 甚至从旁扇风点火 不断加剧暴徒的情绪 令局面更加一发不可收拾 不解越来越多 越难平息 这只是现时政府 警察和蓝丝存在的无知 同样墮入了美国早已设下的圈套 所以 今次事件中 日黄牧师早已警告 不论是黄丝或蓝丝 双方我们都不应该支持 否则只会一同墮入 美国早已设下的圈套里面 事实上 当示威者不断被美国利用 喊叫着口号和诉求的时候 他们从来不知道 美国设计的口号 背后真正代表的意思 五年前的占中事件里面 当示威者以暴力及破坏方式 喊叫着美国背后教育他们的口号 要求普选 要求民主 其实 所谓的普选 所谓的民主 只是将选举 淋落至黑社会的手中 因为每个投票站 都会充斥着暴力和黑色恐怖 所有异见人士 必定会遭遇暴力对待 在暴力下 人民将彻底失去民主及自由 所以无权选择自己喜欢的候选人 正如今年 黑衣人破坏商店、堵路等暴力事件 部分黑衣人将联群结队 在多个屋苑及屋邨 想满向住户无捐 要求捐款支持革命 如果拒绝 就会击毁住户大门 其中 有屋苑业主法团主席向住户发通告 提醒住户小心 此外 有黑衣人事务忌惮地 在马路上设非法路障 截查司机及乘客的随身物品和手机 涉及侵犯他人私隐 非法集结 勒索及恐吓等罪行 暴徒将自己当作执法者 違法濫权 令香港利曼惶恐气氛 警方更表示 有四间不同商户 在9月下旬接到勒索电邮及电话 黑衣人指这些商店是亲共商户 要求商户十日内 以比特币比特币 捐出港币八千元或以上作贖罪 来控制香港 无疑 这个就是黑衣人期望的走向 也是他们口中的所谓民主 至于另一个由美国幕后教育的口号 港独 所谓港独 真正后果是什么呢? 于上述提及 后果是成为美国殖民的二等公民 即是 香港人在一日之间 变成美国的奴隶 美国的难民 从此 香港人有意慕为美国工作 去美国立税 没有权利过自己的生活 情况就如越南难民来到香港一样 失去自由 受人歧视 到那时 很多国家也会将香港人看作难民 情况就如现时欧洲出现的难民问题 这些难民 根本就是美国透过阿拉伯之村的示威 导致中东、非洲和南亚等国家 涌现大量难民 当难民经由地中海及巴尔干半岛 进入欧盟国家寻求居留 就产生了我们所见的欧洲移民潮 同样 美国幕后煽动港独 为的 就是要将香港人 变成全世界都讨厌的难民 因为 当港独成功后 香港人 便会失去中国的保护 中国无需向香港提供各种资源 食物、蔬菜、肉类、产品及东江水 亦无法再经淘宝订购物资 以及享受国内不同城市的优待 街市 整个香港都会缺乏资源 无法自吸自足 事实上 单是失去东江水输入 香港失去食水供应 亦是一个极严重的问题 所以 现时堪叫住港独口号 支持港独的分子 他们根本不知道美国背后的阴谋 美国亦从来没有告诉他们 真正的后果 最终 他们只会沦为难民 受为美国的奴隶 不但丧失自己的城市 更丧失了自己的人生和自由 从此寄人眉下 受制于别人有限度的施舍 但是因为你承受这件事 所以他就赚到钱 他赚到他的身份 美国也赚到他想得到的东西 所以香港现在这个情况 如果我们真的要从这些说 很多条幅线可以说 会有的情况 每一群人为香港人预备的将来 都会有时间说 港独又预备了什么将来 中国又是这件事 根本完全是被动的 你吃我一只棋 我就走一步 你吃一只棋走一步 只是我走一步的时候 少了一只棋 他是这样想的 因为他 他根本完全不是打算捉这部棋 他是成为受害者的中国 因为他从第一步 就没有采取到 在乌克兰很多地方应该采取的 第一步就没有了 每一步都照着别人做 所以变成了 如果他不以信仰方式 以其他方式都可以解决 但他完全没有用过那些步骤 全部都是用隐让的方式 不是说不行 不过这个就是别人预备了你 所以别人每一步都照着做 所以变成了香港 如果我们从每一边都可以说 每一边都可以说 他们的切身和将来 甚至香港的前景 但我们不能够去忘记 176年香港的历史 其实是为了引爆今年 要发生的另一件事 就是香港由在物质的光辉 变成熟令的光辉 这一边 但这一边是无可估计的 因为这一边是未发生过的 这一边是历史上未有过的 但问题就是 历来是以另类方式发生 就试过 因为每一次 例如法国大革命 为何不去到英国 原因就是因为 John Wesley 就是纯杜维领工会的复兴 其实很多政治 最后是间接 是因为信仰救了他们 其实是间接的 但未试过是直接 是未试过的 所以历史不会记载 现在有几多人知道 大家都知道 我发觉 在巴黎 杀了皇帝和他们家族 但为何英国不发生 他们不知道 他们完全不知道 原因是什么 因为是间接影响 现在我们说的历代历历 很多在转动历史里面 间接影响历史的 其实是一个復兴 是一个復兴 当然记住 在以色列的历史圣经里面 有记住很多这些復兴 因为它是直接影响的 但是问题 香港其实 将要解决的 按照我们看诗篇 看很多这些 现在共同信息的认证 其实将会直接 用信仰解决这件事 所以我会提供最简单的方法 当然 不会在我说的 这么简单的方式去完成 因为我说的最简单 因为根本就是这么简单 但人们离开神 永远要兜圈 有些人兜一生 毁了一生 有些人就好像我这么聪明 即日可以 走去毁了一生 只是指矣 所以你会看到 譬如举个例子 圣经有记载 完全解决了 Crisis 政治危机 譬如巴比伦 埃及 埃及 埃及若失 就是信仰解决政治危机 因为有一个义务 七年方年 七年灾年 若失民众 我们曾经预言过 我们都是若失民众 所以他有很多不同的程度 每一个程度都有不同的演绎 不同的说法 只不过知道结局 但问题中间会发生什么呢 有时神连我问 祂都不说 因为有时被祂惊起我 或者是某年的生日礼物 但是总之 有些是神容许我知 有些是不容许我知 有些是不容许我知 我只是能够 因为有时牵涉到 反而跟着我的不顶 师母或者教会 神也要挑战他们的信心 不是跟着我 我信了 他们要上天读 不是的 他们也要有他们的付出 他们的信心 他们的同心 这件事才会发生 所以香港 其实如果我们看物质上 其实是已经注定一个低度 注定是无法解决的 如果纯粹是无法解决 但是如果它真正的历史 我们又不能完全撇弃了 将会属灵里面的演变 因为当属灵上的演变的话 自然在这样的情况下 它一定要发展到 好像接近乌克兰的情况下 才需要全世界的珍宝运来香港 重建这个辛苦的城市 所以它真的会发生某一个程度 政府用很多方法 也会继续拖 它不会像我说的第一句 用了这么简单的几秒钟 解决了所有问题的方法 它不会 因为它不是我 甚至可能会听到我这个论调 它会笑 觉得笑得大牙 直到走投无路的时候 它开始慢慢发现不妥 因为它身边也有共同信息 为什么起床的时候 是9点23分起床的呢 为什么这么怪 为什么会出现四七九十 连中文字也有的 英文字也有的 为什么会经常看到这些 因为它们会开始害怕 因为你看到 无论是埃及的法老王 以及巴比伦的尼布里加比塞王 是它们自己经历成真实 绝对不是 但以你抵抗它 或者是 约失去抵抗它 从来不是 因为它只会知道自己的本分 做了自己的本分 神就将它摆在那个位置 我们也是 其实我们会在旁边 与其你想问香港会怎样 就等于你入场看孖虎 《复仇者联盟4》的时候 你想问我的结果是怎样 我只会告诉你 我不知道 神不让我看 神不让我知道 因为我快进去看了 所以我不知道结果 因为这是为了我好的 是我的惊喜 我买了一张票也为了我这些东西 就是现场见证见事发生 所以神不让我知道 而并且 因为不让我知道 所以给不到你知 它将会怎样演变 但若知道是good ending good ending 这个 这个我一直说一定要 看戏之前 一定要肯定good ending 才会觉得安心的看戏 但香港是good ending 但good ending的时候 结果完整件事 真正要解决的时候 其实我们就正式 倒数我们避体日子 即是一段星期计 香港真的是大复兴 香港真的将我们摆上去 我们真的由香港 我们想解决这个方法 一直解决到全世界的方案 其实当时全世界都会 希望来见证这个 这么厉害 这么特别的教会 但当时 我们是一段星期倒数 我们就给大家看了 《摩托答案》已经显示了 然后我们也不需要在这 你听我的舊带也可以 你听我的身带吗 你有没有资格听 你听不明白我身带 我身带已经举续了一间教会 听得明白了 我再继续讲一些太深的 就算说真的 我在这里对你这么多年 一半你们都未必明白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你听了这么多信息 但一本牧师 已经是三具猫 两张刀 已经用完了 什么花式都用完了 但比着你们来说 你到今天 你未必有把握 不要说说我说的 你连听我说的 未必听得明白 所以我们已经大复兴 我们不需要全流在这个世界 因为这些人听我旧的 都已经 旧的七年大灾难过两次了 已经 每一次当中 都听了七年大灾难 我以前说的 因为你没有根基 没有真材实料 始终神都不承认你 你不是靠现在听我新的 一定会旧的 你如何执行 新的 只不过是证明 别人是辛苦 但你如何成为辛苦 其实你们有 之前那些 信心教导 跟障学业 有很多这些根基 去听才行 日黄牧师分肯道 当以赛亚书六十章 所说的大复兴诞生 世上一切君王 元首和万民 都会留归石安教会的时候 被提就会在短时间内发生 甚至可能是在短短几星期内发生 届时 当大复兴临到 先来到石安教会朝圣的人 其实很多都不能够被提 大部分可能 连参加高阳婚言的奔客资格都没有 要在被提发生之后 继续留在地上一千二百六十日 再一次接受神的考验 看看他们能否在这三年半里面 在性格内涵中成长 可以成为无依人 合格得到榮生 因为神的天国有兴趣接收的人 并非一大群熟血气的败类 而是一群拥有次神性格 在生命中结出圣灵果子 能够在神面前合资格成为奔客 同女 甚至辛苦的人物 是真正能够在生命里面 反映出神生命光辉的人 永恒中 神接收的 正是我们人生中结出的果子 所以 他们看见大复兴 看见石安被神高升 因而慕名来到石安教会尖光的人 无论他们是谁 都必须在信仰中从最根基开始 为神结出属于自己的果子 才能够为自己种出榮生 就如主耶稣所说 世界末日的时候 是收果子和收果物子的时候 坏果子、野葡萄和拜子 都会被神废弃 永在地狱中焚而毁灭 正因为神要求我们的是果子 而不是属血气的才能、金钱、地位、圣咒和名声 所以 当郡王和元首来到就神的光 其实他们就等同一位初信 要直接学习初阶的圣经真理 逐步建立自己的信仰 在生命中走出真理 在面对各种逼迫和考验的时候 一次又一次作出正确抉择 属灵的道路并没有哲经 也没有人能够拥有特权 可以不走真理 神也不会因为任何人拥有的特别身份 而对他们偏事 因为他们花了一生 在属血气的才能、金钱、地位、成就和名声中 却从未花一刻钟 为自己的永恒赚取任何奖赏 所以他们的信仰是必须由根基造起 相反 神向谁多给就会向谁多要 所以 相比以往世代信主的君王和元首 或是一般平民百姓 神对末后日子的信徒及均亡元首 是有着更高的信仰要求 因为大福兴出现的时候 神的同在和真实 已经到底一个无人可否定 几乎已经不需要用信心的地步 神不会变代末世的人 亦不会轻看或歧视以往世代的人 所以 在末世中 见证更多真理 更大神职的人 相对地 亦必须行更多真理 有更好的性格内涵 才可以和以往世代的人一样 得到相同级数的永恒奖赏 然而越接近末后 真理的复还程度就更高 我们现代得知的真理就更多 所以 唯有末后日子才会出现辛苦 这个是以往世代的信徒 不可能拥有的身份 就如智能电话iPhone一样 只是近十几年才出现 二十年前根本尚未有 在二十年前的人 不可能拥有一个从未出现过的事物 这个就是神的预定 所以 为何主耶稣向门徒说 对于门徒而言 他离去比留在世上更好 因为他的离去 会让门徒藉着圣灵 看清自己信仰的真面目 真正认识自己信仰的程度和光景 正如彼得 假如主耶稣没有被罗马兵丁捉拿 要钉十字架 他就永远不知道自己其实是贪生怕死的罗夫 还以为自己会愿意为信仰面对迫伯和殉道 但真相却是 他在主耶稣身边的三年半 只是吃尽了果子 而不是结满了果子 藉着主耶稣的离开 以及门徒要学习自己去跟随圣灵 我们就明白 为何在末时的时候 神要设定被提的发生 因为石安教会的使命 就如主耶稣的使命一样 当我们完成了神给予我们在地上的使命 成为了被神印证 在性格内涵上成长至信仰巅峰 成为合资格的身符 成为世上所有人信仰上的标准答案 model answer之后 神并不会让来朝圣的人 所谓倚靠着我们而得救 他们必须拥有自己的信仰 结出自己的果子和墨子 才能够得救 目前 这些人连幼苗都尚未种出来 所以 那个时候他们必定要由根基做起 由基层的历练中开始行真理 藉着各种信仰磨练和取舍 在困境中急剧成长 这样 他们才会被神接纳 如同石安教会被神接纳一样 所以 大复兴的时候 很多人会信主 也有很多君王和精英来到石安教会 其实 这个时候神对石安教会的塑造已经完成了 但我们还要存留一段短时间 目的就如主耶稣在最后再世三年半的目的一样 他是要在门徒面前 留下一个信仰标准答案的榜样 我们也同样 要成为这些大复兴中刚信主的人的榜样 使他们的信仰内涵 能够赶上成为被提的奔客 和我们一同被提离开 而赶不上的 就要在一千二百六十日里面 重新起步 在敌基督的恐怖统治和磨练中急速成长 对于大复兴先信主的一群人而言 他们不单只要听神对这个时代的最新解释 就是2012荣耀盼望信息 更重要的是 要听最基础的真理 如天国比喻 跟进行列 以及心意更生等最早期的家序信息 使他们能够在生命中穿上公义袍 结出墨子和圣灵的果子 使自己不单有真知识 不会跟随敌基督 并且可以在生命内涵上 被神接纳为天国的子民 可以得救和被提离开大灾难 我们在大复兴中的唯一目的 就如主耶稣一样 假如我们一直没有被提 那些赶不上的人 可能一生都不知道自己从未被神接纳 可能他们一生都活在自以为事当中 以为自己能够参与大复兴 是因为自己在信仰上合格 即使他们无法被提 他们才有反省的机会 不再只是食果子 而是终于学会了结果子 尤环牧师你分享到 其实如果在肉身上 香港必定在这个情况下 必定是不断地低度 但是很多弟兄姊妹 他们仍然都要继续他们 有的日常生活 或者可能他们的生意会受影响 他们的工作会受影响 当然我们知道将来 一定会是神影打了底 给我们关于Bitcoin 或者这些经济上的智慧 但是如果在这段时间当中 他们如果面对这方面的问题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智慧的方法 是可以在这种动荡的环境里面 都能够尋找出路或者被神的祝福的呢? 今天香港持续爆发超过4个月的反修例风波 种种示威浪潮 为香港带来前所未有的乱象 甚至为全世界带来极之心愿的影响 黑人没完没了的冲击 贪瘫机场及道路 严重破坏社会 甚至撕裂人与人的关系 为经济带来严重打击 包括旅游业、酒店业、服务业及零售业等 多个行业的从业员更出现零收入 大量商店出现倒闭潮 7至9月期间的反修例风波 对于香港的负面影响 不但被评价为惨过2003年沙士 及2014年占中时期 甚至比上年台风三足集港 带来更严重的社会和经济重挫 不但如此 甚至不少外资都正考虑撤离香港 转往其他东南亚地区 这4个月以来 虽然全香港政府、警察及不同阶层 均遭遇大大小小的冲击 然而在这段非常时期 对于石岩教会的影响 却是少之有少 甚至石岩教会可以说是全香港 唯一一间 不会有黑衣人思维的教会 能够完全置身事外 事实上 自1996年商量水事件发生后 这23年间 石岩教会在神超自然大领下 逐步被装备好 在这次风波中 拥有千多名成员的石岩教会 根本毫无影响 日常生活几乎毫无障碍 在政局上的意见及态度 也都没有半点分歧 于整个香港里面 石岩教会简直是完全免疫 没有半点动摇 无容置疑 于过往23年间 神超年大领日华牧师 及石岩教会 经历种种历练 根本早已装备好 我们面对今年香港的局面 接下来 让我们回顾这23年间 神是如何大领石岩教会的道路 逐步装备我们迎接今年爆发的风波 第一点 认识美国阴谋方面 早于23年前的1996年 当世人仍然关上被主流传媒蒙蔽时 日华牧师早已透过主日上职摩西诗篇 详细揭露 美国根本不是我们想象般美好 自由和民主的国家 打从23年前开始 美国就是一个充满阴谋 从来没有真正民主的国家 当年日华牧师以前沾性地揭露美国政府 如何丧尽天良、自私自利 直司法、军事、经济、教育、宗教、警察、公民权 及医药各方面的阴谋 表面上不断向全世界推销民主 实质里 美国却是在本土及全世界 以不法的手段掠夺别人的利益 将全世界控制在自己手中 过往10年的2012人要盼望述职中 日华牧师更多次分享 美国就是启示录所致的巴比伦 以各种阴谋、危奇行动、私有化 和恶意淘汰等手段 喝醉圣徒的血、略夺全世界的资源 使美国能够奢华道日 所以来到今天 对于日华牧师及石安教会而言 第一点 身为石安教会的弟兄姊妹 我们根本不会被美国的阴谋欺骗 更加不会像支持广独分子一样无知 垂直让母地 不以为美国是一个拥有民主的国家 而现今 身受其害的香港政府及警察 也都忠于觉悟 美国政府根本不如主流传媒 历来所报道官善良、自由和民主 甚至 现时发生于本港的恋象 都是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 投放庞大资金来插回香港 使香港成为中美国力场的战场 最终将香港变成废墟 第二点 多人接密及相处方面 于23年前 由蒙木斯与石岸教会在神超然大领下 因为发生了商量税事件 而遭受全香港武力的气压 政府、警察、传媒、教会界及教育界等 都决定弃绝及迫白石岸教会 使我们如过街老鼠、异端和邪教 与他们或清界线 甚至 石岸教会成员在亲戚、朋友、同学及工作间 都被排擠、撕为疑虑 所以 多年间 他们从来都不会拉拢我们去支持他们的观点与立场 再加上 石岸教会的成员总是坚持信仰和真理 从不妥协 导致我们在人与人相处间 总是站在所谓得罪所有亲人 得罪整个社群的立场 令我们早已习惯被撕毁 異虑或邪教分子 故此 当反修礼风波爆发之后 虽然黄丝与蓝丝都斗得你舍我活 争吵不忧 同一间公司 同一间教会或是同一个家庭里面 都出现两种自然不同的观点与立场 产生人性量极化 但是 大庆姊妹无论在工作间或是亲友聚餐中 都不会被人拉拢去支持他们的观点与立场 始终 对于黄丝或蓝丝分子而言 他们的确不愿意与被定性为邪教的 石安教会拉上的关系 以免被人误会他们与邪教同一阵线 影响他们所谓的公信力、正义感 显然在神超然带领下 石安教会的成员自自然然 而可以在反修例风波中自住道外 从黄丝或蓝丝的纽纷中抽离 不会被拉拢去表明自己支持任何一方 可为全程隔岸观火 所以 即使面对整个社会人性量极化的惨况 眼见同一间公司 同一间教会或同一个家庭 出现各种纽纷与不和 但大庆姊妹由于免疫一样 轻易避开各样无谓争辩 第三点 于工作影响方面 石安教会的成员对于信仰及稳定参与聚会方面 向来都比其他基督徒认真 还是坚持稳定参与主日及家序等聚会 故此 这23年间 大部分大庆姊妹为了上教会 都放弃了经常需要在星期日工作的服务性行业 例如飲食业的侍应生 旅游业的导游 酒店从业园等 他们放弃这些行业和工作 目的就是为了让自己能够稳定参与主日聚会 甚至聚会后与大兄姊妹一同聚亲 实行彼此相爱的真理 所以 而今年爆发反修例风波之后 虽然服务性行业首当其冲 旅游 酒店 酒楼及其他服务性行业 也慢慢出现倒闭浪潮 但石安教会这个群体在工作上的损失也是最少 几乎不影响我们的工作和经济 23年来的奇妙带领 必定不是偶然 而是神级与石安教会成员的恩典 第四点 于日常生活沟通及获得最新消息方面 事实上 于过往十年间的2012信息 由黄牧斯多次按着神的感动和带领 前瞻圣恩美丽不会为各种危难进行大彩牌 包括数次因防范瑞星Honda 及其他恐袭等事件 需要暂时离开香港往国内大旅行及大度假等 大兄姊妹早已训练有数 假如遇上突发事件 能轻易在数小时内随时动身过关 到国内旅行及生活 正因为我们需要往国内生活 所以整个群体都纯属掌握 使用智能手机及网络生活2.0的生活模式 即使银行租破坏 未能提款 他们亦早已学习操作电子货币 微信支付WeChat Pay等 使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受影响 甚至很容易就能够在内地 居行大型家序旅行及活动 并且我们经已熟悉使用 即时沟通的手机程式Apps 习惯迅速交换消息和突发资讯 甚至至2011年11月起 石安教会自行研发了Sync Calling 会员通信应用程式 我们可以透过Sync Calling的文字 相片、录音、影片、通告等功能 与全教会保持24小时无间断的紧密联系 交换最新资讯 对于石安教会这个千多人群体 每当香港出现突发破坏和道路阻塞等事件 我们都轻易透过Sync Calling 第一时间获取教会发布的 最新通告及大兄姊妹互存的消息 能够随机应变 准确地作出即时部署 对生活毫无影响 静恩近几年间 藉着教会帮助我们认识网络 所以不论发生任何事 我们都不会感到孤单、陌生和彷徨 仍是能够即时得到教会及大兄姊妹的支援 避开一个个得如其来的困局 第五点 关于主日聚会方面 自十年前开始 日和牧师已经按注实的带领 以预先录制 配上图文并茂及精华短片的方式 分享2012信息 所以大家有否想过 石安教会的主日信息 根本不需要日和牧师到现场分享 当遇到道路阻塞、交通瘫痪 主日聚会无法如常举行的时候 石安教会可以透过网上发布 如常分享每星期的主日信息 纵使身处内地、加拿大及新加坡的会员 同样可以透过网上发布方式 每星期固定观看信息 此外 至2012信息分享后 于2010年 石安教会结构出百人家聚会模式 租用了四个大型家聚聚会场地 简称BASE 加上当时选择一堂主日聚会的地点 九龙湾国际展望中心 能够租用的时间非常不稳定 有时连续三个月都未能提供一次主日聚会的时间 有见及此 在神的带领下 全教会由2012年4月开始 逐步全面采用BASE进行每星期的主日 逐渐放弃租用大型一堂主日聚会的地点 令每星期的主日聚会更灵活 更有弹性和激动性 来到今年 若果石安教会没有专用BASE进行每星期主日聚会的做法 遇上现时每个星期日都爆发大大小小的示威活动 要找一个大型一堂聚会的地点 就必定更加困难 若再遇上黑夜堵路 一堂主日聚会就变得更加困难重重 凡之 现时采用每堂约200多人的BASE主日聚会 就能够轻易按住政局的变化 作出势微改动 情况就于2019年10月13日的主日聚会 当祖堂聚会结束后 教会因应当日脱门 旺角及九龙多地 发生黑衣人与警察的严重冲突事件 导致主日聚会五堂突然腰斩 数日内 教会围着这段非常时期 重新组合了特别的主日聚会片牌 并于上星期10月20日 全面实施暂新牧式 将主日聚会分为两趟 分别为早上八时正及十一时三十分 继续取消下午的聚会 无独有偶 原来上星期日即2019年10月21日 正正是反修例风波的第133日 即是反修例风波持续的第19个星期 19正是日和牧师9月1日生日的共同信息 与此同时 原来上星期2019年10月20日 亦都是犹太人今年祝彭节的最后一日 正好于祝彭节最后一日的当日 我们就因着反修例风波的非常时期 实施了早上两堂的暂新主日聚会模式 然 过往十年间 小岸教会的主日聚会经以转用BASE聚会的模式 相比那些健康或租用大型聚会地点的教会 小岸教会在反修例风波的非常时期 就显得非常灵活和有弹性 能让大兄姊妹参与每星期的主日聚会 万一遇上突发事件 必须暂停主日聚会 主日信息仍可以透过网上发布 显然意见 至1996年商养水事件发生之后 越过往23年间 其实神一直超然大领及全面预备我们教会 从各方面装备我们 迎接今年因范修例风波而出现的非常时期 于这数个月间 聚会教会不单能够维持上下一心 和諧合一的气氛 甚至透过神给予入门牧师的智慧 早于23年前 竟已刷清美国的阴谋 没有中了美国的迷惑 成为一群无知被先动的败女 甚至认责作父成为美国的傀侣 亲自摧毁香港这个城市 事实上 神如此精心带领及装备聚会 正是要预备我们 在这个启示录时代成为约身民中 为世人提供唯一的答案 这就是为何我致力在这个 这么多年中一直和大家分享 和演绎出神的传言掌管 因为再很多人理解的神的传言掌管 是不同的 其实如果我们说 对于香港很多人去觉得 和经历 和他们自己甚至是真身体验 这种动荡 但问题实际来说 是完全安排和计划了 换句话说 石安的每一位领姊妹 已经为了他们预备出路 是个别为他们预备的 是一条精华短片中 我们已经明白到 其实 神是用上二十三年的时间 去让我们教会整体预备好 成为这个时代的药室 成为时代的答案 就是于神所设计 对所有人来说 是最困难 最艰苦的日子 然而石安却不是在其中 成为受害者 而是预备好成为这个时代 所有人的答案 因此 于多年间 神所给予我们的带领 是世人都会认为非常可怕的光景 然而 藉着这段漫长的带领 目的 是为了预备我们成为 身负级素的教会 当中所出现的共同信息数字 更是向我们说明 神是用上全个历史 去印证石安 只是月到后期 我们才会逐步理解神的美意 因此 既然神可以用上整个历史 去铺排众多的共同信息印证 一个数字都无偏差 这样 神当然也可以个别带领石安的弟兄姊妹 1455的梅一卫 并且为我们作出预备 但是当中 亦要我们个别去运用自己的信心 因为过往石安能够以一个教会的整体 去得着神如此的带领 并且 完成一个又一个的动势 被神带领至一日都无偏差的程度 当中 是因为领袖阶神的信心 是他们破釜神舟的信仰 既然这份信心 是来自领袖的时候 这样这份信心 就和初信一点关系都没有 原因在我们教会当中 很多现时的初信 或是年轻一辈的信徒 他们都没有于二十三年前 经历商量水事件 亦因此 不是他们的信心 去启动神在二十三年前 对石安的带领 当中 其实是单单因着领袖们的信心 以及他们在神面前的信服 而让石安走到今天 亦因此在大复兴之前 弟兄姊妹个别也要学习 拥有自己个人的信心 以免在最后阶段 反而被人夺去自己的冠冕 也就是说 大兄姊妹其实是不能够依附别人的信仰 而让自己取得成功 相反 他们是要学习建立自己的信心 去完成信心的功课 原因大家可以想想 其实 神一早已以1455作为认证 代表石安的人数 一个都不会有偏差 也因此 神是掌管我们每一个 掌管我们个别的出生 所拥有的才能 现时的工作 岁数 甚至将来的授数 都是传言被神掌管 所以 神是会给予石安弟兄姊妹 每一位个别的带领 并且 因应每一个人的情况而度身订造 所以 他们不能够依靠领袖替他们担当去完成 相反 是要靠着他们自己的信仰和信心 去渡过这些难关 正如我们将会一同面对 香港出现的四马审判 所以 假如大兄姊妹只是靠着领袖 去代他们承担所有重担的话 最终有进步、准进的 只会是领袖 因为 大兄姊妹由始至终 都只是成为一位旁观者 自己不能够经历信心 不能够经历神的带领 这样 神在无计可思之下 最终 唯有在领袖离开 被提之后 让大兄姊妹在母领袖成为倚靠之后 于最后的一千二百六十日 才开始让他们经历 如何被神个别的带领 因为于人生中 没有人可以有著不努而获的信仰 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神的带领 走进圣所中 然而 当你看见大祭司走进至圣所的时候 这个并不代表你自己就是大祭司 所以 每一个人都要个别完成信仰的功课 完成外院、圣所、甚或至圣所的阶段 所以在这一刻 假如你是一位已经回来几年的初信 或是于石安长大的熟灵父二代 其实 于几十亿的人女当中 当你有幸成为石安的一员 可以一直以闻目睹神于石安的带领 就是石安的领袖 如何借着信心 于这二十三年间 翻登一个又一个的信仰巅峰 这意味着 于神的计算中 其实你亦有机会 拥有自己的属灵福分 神亦已经逐出安排 让你有机会被神个别带领 所以 只管踏出信心一步 去迎接神所给予的历练 让你都能够有机会 结出属于自己的圣灵果子 因为 神尊重我们每一个的意愿 假如我们不主动踏出信心一步的话 这样 神亦不会勉强我们 正如在这二十三年间 神一次又一次 带领日和牧师 一众领袖及弟兄姊妹 去完成众多不可能的任务和动势 但其实每一次 日和牧师都可以选择拒绝 因为当中的代价亦是不少的 甚至乎 在反传统到一个阶段 去到整间教会可能被毁灭的程度 到现在 石安仍然被旁人称为邪教 日和牧师更被诬裂为邪教教主 但当全香港都说石安不是你之神 而是一间邪教的时候 神的共同信息 却是让我们知道 原来 当绝大部分人说正确的时候 极有可能 他们是错得非常彻底 因为 神对石安的带领 到现在仍然是一日都没有偏差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能明白到 其实 神是塑造香港成为我们的祝母 藉着他们的逼迫去塑造我们 成为辛苦 亦因此 假如新一代的初信及年青熟灵夫二代 都希望成为辛苦的话 他们亦需要自己背负神为他们 度身订造的功课 然而 他们已经比上一代容易得多了 因为至少 他们一定未至于会被全香港针对 并且 他们有过去二十多年的交道和榜样 成为后盾 也就是说 他们有着二十三年来 已经成长的狮子王 成为他们的父亲 让他们可以效法 大家可以想想 在二十三年前 入王牧师面对冲击的时候 其实并没有榜样 并且相对上次的攻击 是更为庞大 并且正面冲击整间石岸 所以对比今次的事件 已经是至轻至暂的挑战 因此 他们比全世界任何一位基督徒 更加容易在石岸之取 神为他们的生命和生活 预备好的应许 当中 只在乎他们有没有运用信心 去跟随神的带领 亦或 神给予他们一条出路 但他们却没有信心去走 这样 神给予他们什么都没有用 因为 神最介怀的 就是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成长 而不是介怀 我们会否遇上人生的苦难 因为人生的苦难 其实都是神所安排 成为我们信仰上的磨练 从这个角度 我们就能明白到 其实于几年前 神是为了整间教会 预备了Bitcoin 成为我们整体上的经济答案 然而Bitcoin的出现 却不应该成为 挪开初信 及年轻熟灵富二代 相信神超自然供应 锻炼信心的机会 大家可以想想 假如Bitcoin于我们买入之后 立时大升千万倍 这样 大家都会失去 运用信心讨告的机会 而大家也只会将焦点 集中在如何运用手上的金钱 甚至忙于坐游轮 环游世界去度过他们的下半生 不再回香港 然而对他们来说 这样又是否最好呢 因为他们都不能够 确保自己能够上天堂 所以Bitcoin会是一个答案 但是 不会立时就成为答案 在时间升上 神一定会预先良多 但在适当的时间 神可以让Bitcoin一日内大升 但是 这将会是大部分小狮子的大兄姊妹 已经完成神为他们预备的磨练之后 当然整体当然是Bitcoin 因为Bitcoin可以一日之间 升几倍 当然以前不是未见证过 但未来 亦是因为香港这只黑马 而导致全世界经济出现问题 其实这件事会再次出现 突然间不是一日升几个百分比 还是几十个百分比 是升几倍 所以在一日之间很多问题都解决了 这是整体 但问题是 其实神奕卫和石安会 一位鼎姊妹都预备了 well planned 指定计划了 的一个出路 不过 他一定要用他们的信心 来订阅他 如果他没有信心 这条出路他永远都不会见到 也不会为他打开 就像神迹医治一样 大家知道神迹医治不能撞彩 你没有这样的信心 那件事不会打开 你会错失在他 时间只会这么过 这个病只会这么挨 对吧 日和牧师解答资料源提问的时候 分享到 在香港当前的各种困局里面 假如我们在一些层面里面受到影响 我们应该如何倚靠神尋找解决问题的方法呢? 最基本的方法 当然是借着信心和讨告 加上学会傾听神的声音 让神能够带领我们 自然 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 但是 既然神是全能 为什么神仍然要求我们去讨告 问题才会得到解决呢? 其实 就好像老师将功课和考试的题目 交到学生手中 老师当然知道所有功课和试题的答案 但老师绝对不会将答案直接告诉学生 而是要求学生自己寻找出答案 因为这是老师出题目考验学生的目的 让他们藉着自行学习和寻找正确答案 在当中不断成长和突破 神和我们的关系也一样 神就好像一位老师 将人生各种问题和困境放置在我们的生命里面 同时 也将答案放在某个隐藏的地方 要我们自己寻找出来 或者是经过学习和锻炼之后 将问题解决 使我们在肉身上和属灵上成长 所以 我们就明白为什么神要我们祷告 第一 神要提醒我们 人生的一切答案都在神手中 并且这些难题都是神为我们设定 要我们一生依靠神 绝不可以离开神 忘记神 当我们遇到疾病 我们会想到神职医治 当我们遇到贫穷 我们会想到杀种和富足的真理 然而 很多基督徒遇到问题的时候 虽然都希望藉着祷告神 将问题解决 但是 他们却从未想过 神是刻意借这些问题来考验我们 更不会考虑到 当我们希望得到一个神职的时候 其实背后 都是神给予我们的一个考验 每一个神职背后 都是一个考验 没有一个是例外 更重要的是 我们人生遇到的一切难题 其实都是神为我们度身订造 唯要使我们学习 以祷告方式得到从神而来的答案 成为神对我们的考验和和练 既然 世界和人类都是神创造 为什么神没有为全人类 创造一个相安无事的世界 好像动物园的动物一样 每日无忧无虑地过活呢? 相反 神却设计人类 每一个由出生至死亡 都充满各种需要 因为 神藉着精心为我们度身 订造个别的出生、家庭、智商和身体 成为每一个人独特的需要和缺乏 使我们必须努力工作 以及解决一个有一个问题 才可以得以存活 甚至我们所面对的难题 都是独一无二 不能够单靠福祭别人而成功 我们必须学会借着讨告去倚靠神 选择用神的方法 解决人生的需要和问题 与神产生祭坛的关系 然而 什么是祭坛呢? 就是当神给予我们一些极宝贵的事物之后 我们会不会愿意将祂当作祭物献给神 成为一种与神交换更大祝福的方法 就好像阿伯拉罕希望有一个儿子 但当神应用他的祷告 将以撒赐给他之后 神却要求阿伯拉罕将以撒献上 当阿伯拉罕愿意照做 他就能够真正成为信心之父 以及万国之父 后裔能够多余天上的星 海边的沙 因为神使阿伯拉罕的需要和缺乏 变为一个祭坛 当他愿意献上神指定的祭物 神就满足他的需要 阿伯拉罕也在过程中 变成一个更像神 更了解神旨意 更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 所以 旧约会莫和圣殿外院 都有一个同祭坛 任何人来到神面前有所求 都不可能两手空空前来 必须以献祭方式 才能够得到神的月纳 蒙神英雲 满足自己的需要 这就是神为我们制造需要和缺乏的目的 也是祷告的真正目的 改变我们自己 每次祷告的背后 都是祭坛 正是这个意思 现在我们就明白 为何神会使杀母义的母亲哈拉不育 同时又使她丈夫的另一个太太能够不断生育 使哈拉陷入极之痛苦的光景里面 因为神希望哈拉从内心里面 拿出真正合神心意的动机和信心 知道自己生育不是为了在丈夫面前得宠 而是为了神的时代计划 甘愿将自己投生的儿子奉献给神 成为祭司和先知 拯救整个世代的人 当哈拉懂得这样正确地思想 拥有正确的动机 神就可以满足哈拉的需要 因为她已经不是为了自私的理由去祷告 而是愿意为神放下一切 当一个人有了正确动机 为了神的旨意而祷告 这个人在神面前就是合格了 神就会应允他所求 这个就是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里面 刻意制造问题的原因 也是神要求我们祷告的真正目的 很多时 我们面对神为我们度身定做的问题和困境的时候 都会忘记这个最重要的原则 当我们看见圣经里面的伟人 或者是身边的人得到神的祝福 却不会以考验的角度去思想 不知道或者忘记了这个是神的考验 当我们合格通过考验 愿意改变自己 能够献上神要求的祭物 神的祝福就会临到 就好像学生考试一样 考生当然想得到高分 但唯有他懂得努力学习 不似夏文 拥有这种好的学习态度 他才会得到他想要的好成绩 所以 任何人面对问题的时候 得不到神的帮助 或者是神未应允祂的祷告 原因都只有一个 就是他尚未成长自合资格 可以得到神的祝福 这个也成为了祝福的保险师 现在我们就会明白 为什么入华牧师的生命里面 能力和祝福 远超历史和当今任何人 但与此同时 他面对的迫白和艰难 也同样远超我们所有人 加起来的总和呢? 因为入华牧师每次遇到问题 都会捍为神给予他的考验 并以这种心态向神祷告 所以 每一次入华牧师遇到难题 都因为祈祷而启动了神对他的一次考验 当他合格了 就得到这一次考验背后所带来的能力和祝福 万事万灵 例如 入华牧师在一场几千人的说的聚会里面 能够准确指出病人的位置 正确叫出他身上的疾病名称 并且能够使病人即场得医治 因为入华牧师是真心愿意为别人拥有一个健康身体 而希望得着神迹医治和架毁的能力 怎样证明入华牧师是真心这样做 而不是为了名利和高星而做呢? 没错 入华牧师研究和分享 使人得到平价医疗的养分疗法 以及其他自然疗法 这就证明了他的动机 因为他分享完养分疗法之后 即使需要面对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迫白 但他仍然希望使人得到健康的身体 所以坚持使用商养水的疗法是正确的 这样 他就在神面前证明了自己的动机是纯正 亦成为了他为神献上一份极大的祭物 正因为他通过了这个考验 所以他能够带领雪的聚会 甚至因商养水事件 引发后来分享的2012荣耀盼盼网信息 所以 任何人的讨告无法得到神的回应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这个人未能通过这个问题所带来的考验 未能改变自己的性格、动机和内涵 到达神要求的地步 所以 他亦无法得到神的应许 又例如 1996年前 日华牧师看见Bob Jones以及Paul Cain 能够成为国际性先知 日华牧师同样希望自己能够被神使用 和他们一样成为国际性先知 可以预知世界大事 得知神的时代计划 于是 神就带领日华牧师分享 Freemason的国际阴谋信息 事实上 揭开西医霸权和医学阴谋所隐藏的养分疗法信息 就是其中一个重点 因为日华牧师愿意跟随神 在信息上作出如此重大的转向 成为了他为神献上一份极大的祭物 所以 神就应允了他的讨告 成就了日后在2009年开始分享的2012信息 正式成为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国际性先知 可以分享给Bob Jones和Paul K 密集同丰富上百倍 上千倍的预言 就是2012信息 甚至能够解开世上一切千古不解之迷 更得着神以拉线4794 和众多共同信息印证 证明石安教会就是神所挑选的辛苦 无论是说的聚会 或者是2012信息 这些创举之所以能够诞生 都离不开当年的商量水事件 正因为入闻牧师看每一个问题 都是神给予他的一个考验 所以 当他有着正确动机 不怕艰难和挑战 不断去成长 使自己拥有性过问题的能力 神就会应允他所求 并且 他自己也不会被祝福带来的成功和荣耀叛祷 这就是神给予日华牧师性过问题和讨告的心法 然而 过去40年 日华牧师信主及自建立石安教会之后 却从未见他身边有任何人 真正懂得用这个心法去面对每一次难题 很多人都会讨告 甚至相信讨告便必得着 但他们的人生 却证明这节经文没有应验在他们的生命里面 因为他们都缺乏了自我检讨 即使有人能够得到祝福 都必定是在石安教会里面 被入和牧师设定的系统监管下才能够做到 事实上 帝兄姐妹在石安教会里面经历的祝福 大部分都无法在其他教会经历到 例如 因此运作 神迹医治 枯毁 附足和各种生活智慧 这些祝福 都是神独特给予肯参与石安教会的肢体 因为尤华牧师早已事先为我们付出 换取这些祝福的代价和信心 事先为我们献上别人不愿意献的祭物 于是 当我们愿意信服尤华牧师 并与他同心 神就会看在尤华牧师的份上 同样祝福我们 就好像四福音里面 门徒能够经历五饼二鱼 行水面的成绩 甚至能赶轨 并非因为门徒合资格得着这些能力 而是单单因为主耶稣的份上 同样 石安教会的聚会里面 例如 受证聚会或加聚 都会有恩赐运作 但我们之所以能够经历 甚至为别人恩赐运作 其实都是因为神看在尤华牧师的份上 让凡愿意与尤华牧师同心祝福别人的人 都可以走出好像尤华牧师一样的神迹 更黄论是在聚会里面 得着被人恩赐运作的祝福 当然更加不是因为被运作者在神面前合资格 其实 很多人根本不懂得反省自己的信仰和动机 如果大家都像尤华牧师一样 懂得反省的话 大家就可以像尤华牧师一样 得着主耶稣所应许 凡其求的就必得着 因为尤华牧师就是这样看待每一次讨告 看待每一次难关都是神的考验 所以日华牧师经常提到 人生一切难题的责任都在我们自己身上 一切问题都与人无由 神亦没有责任 因为讨告是用来改变自己 而不是改变神 每当我们遇见需要并为此讨告 所经历的事情和缺乏 其实都是神刻意为我们度身订造 同时 神亦为我们预备了一个完美的答案 当我们愿意献上祭物 为神献上所需要的代价 我们就可以合格得着神的祝福 将问题全然解决 所以 假如神没有英运我们的讨告 原因只有一个 就是我们没有改变自己 没有献上神要求的祭物 这样 神亦完全没有责任 当我们再尽心探讨这个原则 其实当我们面对人生里面十个不同问题 并且为这十件事讨告神 假如当中有一件蒙英运 我们就会尖尖自喜 但另外九件不被英运的事 我们很多时却会得过且过 或者是用血气的方法解决 其实 神不英运其余九次讨告 就是想告诉我们 这九个考验我们仍然未能通过 当日和牧师以这种心态讨告 每一次神都能够英运他所求 令日和牧师因讨告而得着的祝福和能力 一次比一次大 一次比一次更不可思议 而这一切 全部都是因为他懂得以讨告改变自己 在神面前取得一百分 越来越似神的圣洁和全能 所以在未来 不是等于石安每一个都过了这个考验 其实有些未过考验当中 神就让他仍然在这个洪流当中 去选择和继续相信 在最后一段时间当中去突破 总之神是为石安145 这个想法告诉我们 神为石安每一个人 精细到已经安排了 甚至还要不是一条出路 而是很多条出路 只不过在很多条出路当中 让我们选择 究竟最有信心那条 还是最心怀意义那条 还是最不信那条 就是这样的 神职骑士的辛苦教会之后 他们可以踏上信仰的信封车 可以跳过很多的考验 就会有神职 但其实 总之他们进到石安 是因着经历了一大神职 然而这个也不等于 他们可以在信仰上不勞而获 跳过所有的考验 就能够得着祝福 甚至诞生一个又一个的神职 其实 神在开始的时候 让初信经历神职医治 是出于神的恩典和怜悯 以及借着神职去兼顾他的信仰 但这个并不等于他们有特权 不用建立自己个人的信仰 原因 大家可以想想 神所所做的辛苦 是要经历最多的考验和试练 这样 神有怎会本末倒置 让奔克跳过所有考验 事实上 假如缺乏考验的话 有机会 这位错信连奔克的资格也没有 因为圣经清楚提及 在婚言中 就算奔克 也有其特定的考验 就是要穿上礼服才可以参加 至于同女 更是要成为一位预备好 又柔的同女 而辛苦的要求 当然就是更高 因为辛苦是要自己装饰整齊 所以 每一个参与者 都要经历王的考验 就算是奔克 如果没有穿礼服的话 也都只能够在外头哀哭切齿 失去救恩 至于同女 假如没有自己预备好足够的有 同样地 亦都会在这个考验中失格 被丢在外头 所以 假如这些初信来到石安的时候 以为只要参与辛苦教会 甚至身处于大福兴中 就可以不需要付信仰代价 不需要经历考验 就可以经历众多神职祝福的话 这是一种信仰上致命的错觉 但如果石安作为一间爆发大福兴的教会 却使大量初信都有着这份错觉的话 这样我们就有和了 甚至有着致命的审判 因为在大福兴中 我们却制造出大量失格的同女 失格的奔客 然而 在教会界 却是会出现这种现象 原因 大家可以想想 当福兴诞生 人们涌进来奏光的时候 开始时 只是普通平民百姓 但下一批 甚至会是君王、政要、明星、附庸 甚至弟兄姊妹 也会下意识被他们的地位所影响 以为他们与别不同 愿意回来 已经算是非常委身 甚至乎 以为不需要要求他们 这样我们就有和了 因为 神会追究我们 为何在福兴中 制造出一班失格的基督徒 原因 他们与所有人一样 都要付上信仰的代价 否则 他们只会是失格的奔客 然而在福兴中 真的却是有很多人 是为了搭上熟灵快车 希望在当中寻找安舒 甚至乎以为不用付上任何代价 就可以得着大恩高大能力大荣耀 当然我们明白到 这是一种知名的错觉 然而 这个却是基督教中 一种普遍的想法 这个就是为什么 很多人对于大福兴 是如此吹之若傲 当一发现某间教会福兴之后 他们就会好像蜜蜂追着蜜堂一样 涌到众多所谓的福兴之地 原因 当中大部分人 都不是因为希望委身学习 希望可以找到福兴的竅门和智慧 相反 他们只是希望佔光 希望得着大报道家的按手祷告 希望瞬间得着这份福兴之火 不需要付上任何代价 就已经可以将福兴复制于自己的社区 引发大福兴 自己也就成为了万人景仰的大仕途 满足自己等候已久的虚荣心 其实大家可以想想 假如任门于大福兴的教会中 是可以不需要付任何代价 就能够得到福兴恩高的话 这样 神根本不需要他们浪费金钱、时间 刻意去这些大福兴的教会 所谓得着福兴之火 既然福兴的恩高也是在神的手中 全能的神 但可以将这份恩高祝福 由天上跌下来给他们已经可以 因为大家也是希望不勞而获 但事实上 从石安的塑造过程 我们就能够明白到 假如想成为辛苦教会的话 当中的塑造是经年累月 达至商量水事件的时候已经开始 并且没有一个人能够不付上任何代价 就可以得着辛苦的位分 就算是在石安中成长的年轻人 神也要在今年刻意制造出一条小狮子的试题 去考验这群小狮子 让他们亦要付上应有的代价 才能够成为一四五五的其中一分子 得作奔客、同女甚至身负的位分 没有一个人可以例外 而事实上 不单止属灵的位分 其实当我们每次求一个神职的时候 神也会带来一个相应的考验 我们通过之后才能够得着 所以不论是永恒的奖赏 或者是短暂的祝福 亦都要付上相应的代价 于信仰上 我们有着不同分数的路途 背后亦有着不同的奖赏 有通往身负资格的亦就是一百分 亦有通往同女的亦就是八十分 亦有通往奔客的亦就是六十分 但假如选择了一条 最终只是四十分的地獄之路 这样就成为了没有穿礼服的奔客 成为不合格的基督徒 而每一条道路中 掌赏大小的分别 正正就是相对于当中考验的大小 所以就算只是祈求一个神迹 其实就等于祈求一个考验 亦因此 假如没有通过考验的话 自然得不着所求的神迹 当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的话 我们就明白到 其实神从来没有让祂的应许落空 亦就是说 你求就必得着 只不过当你求的时候 与此同时 神也会立刻考验你 当你不能够通过考验的时候 你也永远不能够得到神的应许 然而虽然是这样 但这个已经是极大的恩典 原因在自然界的领域中 本身你是不会得到你想得到的 但当你祈求的时候 神让你有一个机会去得到 只不过 神希望我们最终 在以不努而获的方式得到 而是需要付上相应的代价 所以 神的应许和考验 往往是连在一起 举例 有一个人想娶一个嫌妻 如果这个人不讨告的话 神就永远不会赐下这个祝福 然而 当这个人祈求的时候 随之而来的 就是神为了这个人的讨告 而给予的考验 当他通过考验之后 神就会把这位嫌妻 带到他的身边 甚至乎 这个人不需要自己去尋找 不需要争取 不需要去追求 是神超自然的带领和祝福 所以 我们当然需要祷告 因为 没有祷告的话 我们连得到祝福 神迹的机会都没有 但是另一方面 我们有有否想过 其实 我们每一次的祷告 都是引发神再一次的考验 也就是说 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 其实 也会引发神相对吸引我们的历练 就例如 大卫于诗篇中 求神试验他 凹炼他的肺腑心肠 因为 他以为自己是行事存存的 然而 于大卫的祷告之后 神是如何回应他呢? 之后 大卫所面对的 就是拔士巴的试探 而这一次经历之后 就是大卫人生的一大污点 揭示出他真正的肺腑心肠 所以 祷告从来都不是一支魔术棒 不是人生不努以获的捷径 我们自己也要通过神所设计的考验 付上相应的代价 这样 他们便会轻易得着背后的祝福余及应许 因为 正如之前的精华短片曾经提及过 旧约的祷告 往往是与祭坛 牵制虚拟在一起的 与旧约中 人们祷告的时候 要祝坛献祭 然而 于新约中 我们祷告的时候 不需要祝一个肉身的祭坛 但是这个也不等于我们不用献祭 相反 当我们随时随在的祷告的时候 其实 下一刻 神已经为我们预备了祭坛 也就是祷告之后 相应的考验 而我们所要做的 就是于这个祭坛当中献祭给神 这样 我们所求的 神才会让我们得着 当我们明白这个道理之后 其实 人生就不需要不断斗圈 挣扎 因为 我们所需用的 祈求的 其实 神早已预备了答案 只不过 当我们祷告之后 神将祭坛带来我们面前的时候 假如我们不献祭的话 这样 神预备好的答案 就永远继续传于神的仇中 而不是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的祷告 也就不蒙英魂 之后 我们继续行多十年 于十年后 我们又再作同一个祷告 今次 神也把祭坛带到来我们面前 然而 祭坛带到来 甚至乎 是逃避 逃避当中的考验 以为不勞而获 才是神的旨意 这只是自欺欺人的想法 原因 神创造人类的目的 正正就是希望得着我们经历考验后的有质信仰 也就是 辛苦所面对的经历和考验 因此 由牧师分析 这就是为何他对信仰的一切 是如此认真的原因 因为 当他看每一次的祷告 希望神应运的同时 下一步 就是要向神献祭 并且是认真的献祭 放下等格的祭物 甚至 如哈拉一样 是要于圣殿中还原 唯有这样 神才会按着他的公义 去赐下祝福和神迹 而我们与神之间 才会有着真正信仰上的联系 所以 再进一步 其实 神为我们设计的人生场景 其实就是要等候我们自己去祷告 等候我们自己按着自由旨意 踏上信仰的行业中 所以 于马太福音第六章 一章讲及祷告的著名圣经提到 其实 我们所求的 神早已知道 因为 神是设计我们的人生场景 以及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人与事 当中 耶稣用上主套文 去教我们祷告 去启动神的祝福和神迹 并且 同时间 亦带出相应的代价 第二 于主套文提及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 以及 你们要书人的过犯 你们的天父也必要书你们的过犯 这些经文 都是有着神祝福的部分 以及我们需要做的部分 也就是我们需要献制的部分 只不过 无数人不断背重主套文 但他们却不愿意付上相应的代价 他们以为 神不听他们的祷告 所以 唯有不断的重复 周夜的重复 然而 我们未开声祷告而先 神已知到 也就是说 于所有事情尚未发生 他们仍未遇到 迫使我们祷告的事情 所以 仍未开口祷告之先 其实 神早已知到 因为 神是超越时间空间的神 并且 我们于人生当中所面对的缺乏 其实神早已知晓 甚至乎 亦是神为我们预备的难关 为的 就是要引发我们生命中成长 因为 是神创造每一个人的生命 安排我们的一切 包括我们的缺乏和需要 所以 当人生走到一个位置 我们遇见这些缺乏和需要 以至我们开声祷告的时候 其实 神早已知晓 并且 为此预备了答案 就是考验背后的祝福 从这个角度 我们也会明白到 到最后 七年大灾难 也是神给予众人的因点 原因 对于很多人来说 当活在苦足 一样都不缺的封城生活里面 人不会选择悔改 回转 祷告归向神 亦因此 绝大部分香港人 其实 都是选择最终落地獄 因为 当他们不去作出选择 没有祷告的话 最终 他们都没有机会得到救人的祝福 所以 于七年大灾难中 当人一无所有的时候 这只是一个让他们深切反省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选择悔改 回转 祷告归向神 而相应 神就可以让他们有着一段短时间的补考 让他们得着极大的考验 原因 于这个考验背后 神也会预备相应的永恒奖赏给他们 正如日和牧师向神讨告 希望成为国际先子的时候 神对日和牧师的要求 就是分享养分疗法信息 当然 之后 整个香港及教会界 也都作出了疯狂的迫白 这个才是真正考验的部分 然而 日和牧师要如何面对这一次考验呢? 是要出来说谎 说这个不是神的信息 去平息众老 还是继续坚持这个是神的时代信息 甚至石安可能被毁灭也在所不惜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假如有没有牧师选择妥协 选择背弃神的信息的话 这样 他又能否成为真正的国际先知呢? 事实上 于旧约当中 无数先知是于分享神的信息后被杀 所以 成为先知的背后 并不等于无考验与磨练 而于1996年 商量水事件后 经历持续十多年的考验 直至2009年 神先将2012信息 这一套超越国际级先知的信息 交到任何牧师的手中 从这个例子 我们便会明白到 有时 神的祝福临到前 当中的考验 可能要长达十多年 原因 这份祝福越大 所以要付的代价就越高 如果这份祝福是大德力代力 誓以你 只得一份的话 代价当然也是最大的 因为你会看到 我们现在说的故隆信息 那种精细程度 根本是神无可能不控制得到 是无可能的 是的 所以我们每一位顶姊妹 无论你自己的出身至到现在 在这一刻事件当中 你所经历的事情 其实是好像身边的人做了一出气 被你在里面去选择一样 尤华牧师分享到 在神面前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特 特别是石安教会的弟兄姊妹 每一个都有神个别设计的 独特舞台和场景 唯有自己是当中的主角 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人和事 都是环绕你而发生 为你而出现 就像我们看一出电影 一般都只有唯一一位最突出的主角 所有剧情都是为他而发生 其他配角和小角色 全都是为了衬托主角而出现 同样我们每一个在生命中是最独特 也是唯一的主角 你身边的一切都是为你而发生 成为神塑造你和考验你的祭遇 正因为又说牧师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经常提点我们 生命中的一切经历 每一见人和事 都是神的精心安排 为要令我们成长 去拥有神全面的形象 可以按我们成长的程度 成为合格的奔价 为何神要这样做呢? 为何神创造人类 不是像蚂蚁或蜜蜂一样 只是一种仅有集体思想的昆虫 而是创造我们每一个 都有独立的思考呢? 因为神要给我们每一个人 有最公平的机会 可以为自己在永恒中争取 神为我们预定的最大奖赏 没有人可以靠食果子而成功 人人都必须为自己的生命负存责 所以我们不可以 依赖人家的伟大和成功 而是要自己成为伟大和成功的人 也不可以靠摧炎附势或康而奉食 以欺骗、造假或戴面具的方式 取得领袖或上司信任 换取人所给的高升 工作的机会或明升 却以为自己已经是成功人物 换句话说 我们必须有自己的成长和突破 能够独自面对神所给的个别考验 试炼和迫白 并且一一胜过 才可以成为神所认可的人 我们要明白和了解 日华牧师并不是指 全世界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唯一的 而是只有神以预知所简选的 天国的奔合、同女和生父 神才会塑造他们 成为自己人生中的主角 目的是让他们得着永恒的奖赏 在永恒天国里面 拥有特别的位分 其余的是将会落地獄 或者不能够被提的人 即使他们能够在1260日的大灾难里面 成为无医人、紧紧得救 都不能够成为天国中掌权的王者 最多只是拥有不死的身体 在天国中成为普通居民 既不能够时空穿梭 亦无资格与神同创 他们就像佩国那样 甚至是卡拉啡 只是为他人作嫁衣的陪陈品 即使上到天堂 都不会得到账上 因为神早已如知 他们根本不愿意 拥有神的形象和生命 即使他们信主 都只是不想去地狱受苦 而不是真正爱神 就像一间学校里面 会有不同程度的学生 有些人是优等生 有自己的目标和动力 想成为有用的人 成就自己的理想 譬如成为物理学家 天文学家 或者文学家等等 为了可以回馈社会 回报父母养育之恩 因而发奋逃强 努力读书 无论在成绩或品行上 都相当优异 成为老师和家长的骄傲 但一般学生 总是觉得自己一世 都只是平凡人 不相信自己有一个唯一 并独特的人生使命 所以随波逐流 只想日出而作 日入而逝 或每日开心过活 就心满意足 他们每日上学 做功课和考试 都是被逼 只是因为人家的带领 和环境压力 根本没有认真和努力的学习态度 他们都不用指望考好成绩 甚或名列前马 我们的信仰也一样 如果不认知神安放我们每一个 在石安教会的目的 是要成为唯一的主角 在神为我们独特建造的场景里面 散发神预定给我们最大的光辉 这样就完全租太了神创造我们的目的 完全浪费了神的心意 白白放弃了最宝贵 能够成为永恒辛苦的机会 假如真是这样 当神审判的时候 就必定会成为哀哭设止的一群 而不是得到神伟大掌赏而欢呼的辛苦 就算你说全世界 其他教会或者其他人不是 但是就算他们不是 绝对石安是 因为甚至连他们也是为石安存在 历史也是为石安存在 所以石安的会一个人 又不是多 又不是1455万人 是不是 我们很少 其实不是很多 我能够对你的提议就是 这个时候一定要反省自己的信心 反省自己以前有没有信心偷鸡 任何信心偷鸡的话 自己现在一定会 因为你记住 你上天堂之前 神给的最大的恩典 就是等你要吃之前偷鸡的果子 导致你正正经经的做一次人 做一次记录图 否则的话 你永恒都会后悔 甚至你会可能怨 神不给你机会做好 既然神不给你机会 你仍然像上次那样错 那就不要怨天有日 信息中 又说牧师为我们解说 生命的历程是一场考验 而且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每个人都有神给予的独特舞台和场景 为要让人经历成长和考验 成为人生的主角 是可惜 世人往往却错失了神给予一次又一次的考验 最终成为失败者 故此 当人生当中能够拥有补考的机会 实在是神的怜悯 一个莫大的恩典 情况就如一间学校设计的考试 当考生不合格 成为极度沮丧的失败者的时候 若然学校能够给予一次补考的机会 这就是学校给予这些考生的最大怜悯 反之 假如学校没有给予补考机会 任何考生不合格的话 都一律留级或者趕出学校 显然 这又是非常残酷 毫无怜悯的做法 当不合格的考生 快要被趕出学校的时候 假如校方突然通知他有一个补考机会 而考试的难度和范围 都跟之前的程度相弱 是相同年级的题目 相同的难度 目的就是要透过补考 令不合格的考生 有机会赚分合格的分数 没错 这个是学校给予这位不合格的考生的最大怜悯 同样 神自计生命本来就是充满难度 为了成为个人的考验 然而 在人生不同的市场上面 究竟神要考验世人些什么呢? 神期待世人作出怎样的选择呢? 事实上 这些考验的标准 在每个世代都各有不同 换句话说 在不同的世代当中 考试的要求和难度都是不断增加 没有人能够先知道神考验的是什么 在历史当中 如果人在某些考验当中未能成功 神往往都不会即时弃转这些人 一般而言 神会给予他一次补考机会 可以重新振作 从头开始 正因为这些人经历失败之后 仍然可以看到补考的机会 因此 世人才会觉得人生可以更加精彩 觉得人生可以累积以及拥有更多美好的事物 甚至 透过一次接一次的考试 一次又一次的补考 人可以感受到生命的美好和信仰的可贵 只可惜 世上他存在了一些所谓的基督徒 他们在第一次考验当中不合格之后 当神给予恩典 让他们有补考机会 但是第二次机会里面 他们仍然是不肯负上代价 不愿意改进自己 最终补考的结果都是不合格 于是者 神才给予第三次考验 他们也仍然不合格 神是有意让人不断重复又重复 面对考验和补考 但整个生命历程里面 很多人经过重重复复的考验 仍然是不合格 最终 甚至误以为信仰是很沉悶 选择退出和逃跑 放弃认识神 以及赞崔永恒掌信的机会 在各人的生命历程上 神并非要求人一次就通过考试 并且作出裁决 当人失败之后 神是愿意给予机会 并非连一致的补考机会都不给 但绝大部分人都宁愿选择平平安安地步过一生 一生都逃避应考 唯有当他们离世之后 一切已成定局 他们才会知道和后悔 原来神早已吸入了很多次恩典 让他们一生当中 有着不断重考又重考的机会 但他们全部都错过了 完全没有为自己在永恒当中 赞取丁点掌赏 因此我们终于明白 神自立信仰考验的目的 是因为神爱我们 让我们以地上的身份 去赚取永恒的身份和奖赏 这个本来是神最大的怜悯和恩典 至少 让世人能够透过不断的考验和补考 最终能够赶上赚取合资格的奔赫身份 在生命当中 终于有一次能够取得合格 成为奔赫 请记住 如果是石安 神一定会给你很多选择解决的方案 很多的 但你最血气的 最奔赫的 还是你最辛苦的方法解决 才能够在这个时候 最后急起席 能够在最后完成 你自己本身应该完成的身份和信用的奖赫 换句话说 这件事不要单凭在经济上的损失 或者能不能够维持 如果单凭这样的话 不够钱 不如我去做黑衣人 每天有八千元 这样 那你就收工 最后都会选择六条 就算你有多好的过去也没用 一下子就已经是 看出你是什么人 只要有机会被你敗坏 原来你是最败坏的那个 不行了 神就给你有机会证明 你是最败坏的那个 还是你有机会的时候 其实你是最伟大的那个 有些人当然是用一生去证明 但有些人起码用一件事去证明 一件行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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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卑鄙最下流 最贱格 那种真的有这样的人 现在就是说 在末后日子 神用这样的光景 这样的情况下 去试验出这些不同的人 而他的奖赏、奖励 还不是为了过到这一次关 而是讲张耀来近的比例 借着过去众多的共同信息 我们已经明白到 今次的反修例风波 其实是给予石安的初信 以及年轻一代的考验 是小狮子将要成为狮子王的必经阶段 而将要来到的四马审判 更是在经济上成为他们的历练 让他们有着属于自己的信仰成长 得以合格 得着同女辛苦的资格 所以对于曾经历过23年前的商用水事件 石安上一代的领袖 在这一次的风波中 当然丝毫无影响 继续一如以往的侍奉 甚至乎借着今次的事件 去测试教会整体的弹性 发觉原来过去的锻炼 让我们可以轻而易举 就能够适应今次事件所带来的种种不变 然而对于初信及年轻的弟兄姊妹而言 这就是专属于他们小狮子的考验 既然这是神给予他们的考验 这样他们就要懂得 运用过去所学习的淑灵知识 去面对现实今天的挑战 就是用上淑灵的眼光去理解万事 就好像过去这几篇讯息 亦都是教导我们 如何用上神的视点 去看现实的棋局 这样我们就不会堕进圈套当中 竟然变成黄丝或蓝丝 成为被周作的一群 而另一个考验 就是四马横行的时候 经济上的冲击 然而当我们明白 这个是神给予我们的考验的时候 这样我们在考验中 会不会好像外邦人一样 只懂得单纯计较自己的经济状况 能否维持生计等等 并且千方百计想着要用尽血气的方式去应对 这个只会令我们失格 原因 这是神考验我们 能否得到奔客、同女 还是身父的身份 所以神祈祷我们在考验中 懂得用熟灵的原则去对待 懂得用真理、用信心去面对 假如我们是一名学生 在这次的冲击中 因为不够钱过活 这样这次的事件 就成为他们的考验 假如在考验中 他们只是着眼于肉身上 今日的需要 甚至不择手段 收钱上前线 成为黑衣人去制造破坏 这样他们就会在这次考验中失格 因为这个是神度身订造给他的考验 大家可以想想 假如这位学生 出生于父母家庭 意识无忧的话 这样几千元 又怎可能引诱到他去犯法得罪神呢? 所以每一个考验 亦都是神为每一个人 个别度身订造 是神刻意制造出来的困境 甚至乎 这个人本来是家境父母 神也可以因着制造出考验 而使他家道中落 就是欠这几千元作为生计 这样这个师妹成为对他的引诱 所以对于经历过湘洋水事件的一群 成年狮子 这个并不会是一个考验 然而对于这班初信而言 神慧着他们有机会成为奔价 因而给他们今次的考验 所以从这个角度看 纵使他们要经历考验 但其实他们是幸运的一群 而不是不幸的一群 因为对于神而言 每一次考验的背后 神也已经预备了祝福 也就是说 神给予人类每一个祝福的背后 都有一个价钱派一样 也就是说 就算想成为被提的奔价 其实这个祝福的背后 也需要付出代价 而这个代价 就是在考验中合格 因此 假如连考验都没有遇上的话 也就是说 神根本没有给予他们 得出奔价祝福的机会 这个才是真正的不幸 所以 这个也是 为何入华牧师作出讨告 希望成为国际先知之后 神随后所给予的 就是商用水事件的考验 从这件事里面 大家就明白到 其实 神是应运了入华牧师的讨告 只不过 入华牧师是要付出这个代价 通过神度身定逐的考验 才会得着考验背后的祝福 所以 同样地 假如 神没有让入华牧师遇上商用水事件 这样 其实 神没有预期 入华牧师可以成为国际先知 甚至远远抛离他们的级数 也因此 能够有机会得逐考验 其实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 因为 神欣赏我们 并且预期我们能够胜过 才让我们碰到这些的历练 原因万事万物亦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连君王的心 亦都好像浓溝的水 随意流转 任何一件发生在我们生命中的事情 没有一件不是得到神的允许 所以 在世界上 很多人都不断讨告 然而 他们不能得着神的祝福的原因 正正就是因为 他们全部都不能通过相关的考验 甚至乎 在人生中 不断逃避考验 不肯去面对现实 环境的挑战 更甚的是 将自己的人生责任 亦都传言推射给神 推射给身边的人 自己一点都不需要负责 一点都不需要进步 但同时间 却有奢望得到神的祝福 这种人 只会不断的讨告 但从来都看不见果效 然而 日华牧师分析 在多年以来 能够被神带领到一日都不偏差的阶段 并且得到众多神的祝福的原因 全因为在神的考验中 日华牧师是在超越常理之下 取得最高的分数 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因素 所以 假如在这次的风波中 只是着眼在经济上的损失 因而最终失败收场 在最后的一刻 才被人奪去冠冕 所以变成了 如果真的被提 其实很多人会 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 反而更多谢神 有这个最后的机会 即是被祂杀中 反而如果这个时候 你是最安舒 最享受 要么你就已经是满意了 即是你的分数 神可能是 要么就是神都对你放弃了 那你只是在佛经当中 都做路人甲 上天堂就没有路人甲 全部都是主角 由黄牧师分享到 世上一切困难和问题 都是神给予人类的考验 看看他们能否改变自己 使自己有资格 得罪过考验后的祝福 当我们以这个原则 去看圣经 和世上发生的一切 就会真正明白神的旨意 例如 为何启示录 预言世界结束的时候 世界各地 会发生这么多大灾难呢? 因为这个是神给予 未能被提的人的考验 并且 这个也是他们得救的最后机会 尤华牧师 凭着祷告成为考验的原则 不单能理解世界 和天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情 甚至能够准确预知 神下一步工作 以及神的终极心意 过去四十年的信仰历程中 尤华牧师发言 神是必定能够听见我们的祷告 甚至我们尚未开口 其实神早已知道我们的需要 只是 神必须看见我们的改变 当我们胜过神给予的考验 才会把答案赐予我们 所以 每一次当我们为了需要而祷告 其实 是代表神为我们预备了一次考试 并且 当我们看见诗题 就已经可以知道 神预备了什么成为奖励 而神对我们的要求 就成为了欠给神的祭物 当中 神让我们有自由选择 献上甲子 羔羊或是牛 成为祭物 越大的祭物 换来的祝福 就相应越大 例如 为何神要求我们立十分一 并且要周祭和施舍穷人 因为神要我们有杀种付出 和怜悯人的心 将爱心成为祭物 而奖励 即是神希望将付诸赐给我们 这种以逻辑推理的方式 否计神放置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难关 退效出神背后的心意 以及想赐予我们的祝福 尤华牧师正正发言 他过去的信仰历程中 每当他需要为某件事祷告 接下来 便会相继出现某种特定类型的考验 便是要求他为神献上某一种祭物 当他细心去看这个考验时 便会知道神应为这个祖告后 祝福会以什么形态出现 以相同的原理和逻辑推理方式思考 当神将某一类型的考验 给予全香港 尤华牧师亦能够从中解构 如果香港人能够胜过这个考验 并行在神的旨意和计划中 之后便会出现哪一类型的祝福 《启示录》的写成 就是指向末后日子 神会以四马和各种大灾难的方式 成为香港和全世界的考验 当尤华牧师 藉着《启示录四马》的出现 对比香港现今发生的一切 自然就能够预知香港和全世界将来的走向 就是四马会先出现在香港 及后便会在遍地上走来走去 在全球引发四马的灾难 仍然启示录的预言 世界亦会随之走向终结 然而 尤华牧师及石安教会 能够以一日都不偏差的方式跟随神 并且能够以神的智慧和启示 完全解明四马的真正意思 因此 虽然对世人而言 这一场是毁灭性灾难 但对我们而言 它是一种无比的祝福 因为我们得到了四马骑士的身份 成为颁布四马灾难的审判者 另一方面 我们以被提为例子 当大福庆临到 世人都知道石安教会 就是得着被提资格的男孩子 这样 这一刻 世人心里面会想什么呢? 他们心里面最想要的 又会是什么呢? 答案 当然希望与石安教会一同被提 因为世人都知道世界将要结束 并且会进入启示录的大灾难中 同样 按以上提及 神使我们的祷告祈求 成为考验的原则去看 神在最后一刻 同样会考验来到石安教会的万民 君王和元首 他们渴望得到被提资格 朱不能单单因为害怕留在大灾难 所以才来到石安教会朝圣 或者在大复兴中趁热闹 他们必须先胜过神要求的相应考验 就是先成为穿上公义袍的宾客 这样他们才合资格被提 得到考验后的祝福 每一个不同时代 或是生于不同地方的人 神给予他们的考验都不尽相同 例如阿伯拉罕的时代 神给予他的考验 是离开加勒底吾尔 去到加南美地 以信心相信以撒的出生 最后再为神献上以撒 这个是神独特给予阿伯拉罕的考验 到了我们这个末后世代 神同样有一个独特考验 就是考验我们每一个 能否辨别哪一间是神所恩高的神父教会 并参与其中一同完成神的时代计划 四马的出现不单是神对香港人的考验 又是全世界人的考验 直指令全世界向神发出一个呼唤 答案在哪里呢? 谁有真正的答案和解决方法呢? 当世人一同问这一条问题的时候 其实答案早已在2009年已经出现了 正是入皇牧师分享的2012荣耀盼望信息 并且唯一能够得着被提资格的方法 就是参与神所简选的神父石安教会 这个就是成为了世人的考验和标准答案 愿意跟随神的就会被提 不愿意或跟不上的 就要留在1260日的大灾难里保考 仍然不合格的就只能永恒在地狱里受刑 就如旧约《撒加利亚书》所记载 圣殿内院和致圣所被提前 神会派天使去圣殿量度 唯一合资格送为圣殿一部分的纪录图 即石安教会的成员 甚至可以一同被提 不合格的就成为 留在1260日大灾难的外院部分 被外帮人掺踏 然而会在香港的人 按照向谁多级、向谁多要的原则 神对他们的考验就会更大 因为辛苦石安教会就在其中 所以我们就明白到 为何亦和牧师会知道四马的审判 是先向香港出现 然后才在其他地方出现 因为香港是辛苦的所在地 四马也是由辛苦颁布的 所以四马会先向香港出现 使香港人承受的考验 比世上其他国家和地方的人更大 因为最先面对这些难题的人 是最操守不及更难应付 就如香港现今的黑衣人动乱 是因为黑马的出现而产生 成为了神对香港人的考验 但同时 答案亦明明地放在他们的眼前 正是以往被他们唾弃的石安教会 如果他们能够痛改前非 向石安教会道歉 并回转过来参与石安教会 神就会给予他们祈求的结果 就是动乱得以解决 甚至反过来得到神的祝福 即大复兴和被提 然而大家又记不记得 这一次黑衣人动乱 是似于哪一日呢? 就是今年2019年6月9日星期日 第一次数十万 甚至声称上百万人上街的 反修例或反送中大游行 当时 没有人会想到 这一次游行 竟发展至今日无法收拾的地步 但是 大家又记不记得 于6月9日第一次反修例大游行 同日同时的主日讯息中 当日 尤华牧师分享了什么特别讯息 而且是第一次分享的呢? 原来 当日结主日讯息 尤华牧师即敢言及精华短片 第一次分享了 《Marvel世界的共同讯息》 内容讲述20月出 《万威电影宇宙》 所隐藏指向石安教会的共同讯息 并且 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共同讯息 就是其中一位英雄奇异博士 即时监保石时空穿梭 预先观看了14006805次将来 从千万个可能性中 发现唯一一次成功打败大奸角 Fernox的机会 但千万次时空穿梭的数值 竟隐藏了指向石安教会 最传奇拉线数值的4794 并认证我们已经登上 信仰巅峰的数字923 实在是完全无可推诿 神是藉着14006805的数值 单单指向唯一一间教会 石安教会 神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何神要将两件事 刻意放在同一日联系起来呢? 明显 神要给予一群 经常以复仇者联盟自居的刻意人 一个最重要的提示 亦是神要给予全香港人 一个最重要的提示 这个提示是什么呢? 提示是 石安教会就是香港人 能够解决这次政治和经济风波的唯一答案 无论有多少人 提出千万个不同答案 但没有一个能真正解决这场大风波 答案只有一个 而且是唯一的 就是将会得着时空穿梭能力 成为辛苦的石安教会 神早已预知 2019年6月9日的大游行 将会发展至今的不可逆转 没完没了的地步 所以 神早已在当日同一时间 将唯一的答案 告诉全香港人 这个答案 就是石安教会 并2012信息 现今我们也发现 从6月9日这一日计起 与不同的日期 亦产生了众多共同信息数值 包括9月5日 直线至博众接收神荣耀列车预言 印证由博众分享2012信息的日期 与6月9日相差88日 执行反蒙面法的10月5日 是6月9日后的第119日 如早前精华短片提及 石安教会因反修礼风波 改变主日聚会时间的10月20日 是6月9日后的第133日等 全都证明石安教会 是被神印证 一天都不变差地 在这次事件中成为香港人的唯一答案 在神的计划中 这次事件看似有千万个所谓可能性的答案 但神早已在23年前 1996年 即这次反修例示威浪潮起始点的6月9日 数字69镜面倒置的96年 已经瞒下香港人可以解决今次风波的唯一答案 这个答案就是石安教会和2012信息 并要为当年他们因商养水事件 恶待石安教会 而作出正式的道歉和平反 并一同传扬2012信息 神就会令事件得到平息 并让大复兴在香港胆身 所以最后我想和三个人说 我会在最后赚尽最多的奖赏 Amen Amen 好 感谢主 那么最后我们学到任何东西 我们一起欢欢呼古彩多谢神 感谢主 Amen Amen 好